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下面咱们设计到的就是关于水工建筑物 它的分类和计计方法 其实对于这一块的内容 我们设计的考点是比较少的 而且咱们考过的点也是比较少的 但是有一个考点 我觉得它很可能会出现的案例题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去看咱们的分类 那么这个分类我们单独出过题 但是这个分类可以和咱们的等级划分进行一个挂钩 我们来去看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大家去掌握的给大家罗列出来是四个 第一个就是咱们提到的渠系建筑物 要知道什么是渠系建筑物呢 渠系建筑物 我们的渠道 水渣 渡草 道红溪 跌水 还有陡坡 对不对 好 咱们再提到一个多作用的建筑物 多作用的就是我既可以挡水 也可以泄水 提到的就是咱们的一流坝和水渣 这两个呢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对于我们的第三个和第四个 涉及到的就是我们要去区分 什么是次要建筑物 什么是临时建筑物 因为它会让你去根据相应的建筑物去判定 为什么再要区分呢 因为我们的次要建筑物和临时性建筑物 次要建筑物它划分的时候是33455 对于我们的临时性建筑物它划分的是345 对不对 首先要区分什么是归类 然后你才能判断 根据它的等级别进行划分 来看 次要建筑物就是咱们提到的党土墙 导流墙 工作桥和集护案 那么来去看临时性建筑物成建的是谁 叫咱们的维艳导流隧洞 导流名区 一定要去计划 尤其是咱们正点去考核 最易去考核的就是临时建筑物 比如说给出你一个导流墙 你别给我按离时性建筑物走 我们导流墙是次要建筑物 它的级别只取决于我们的工程等 1234533455 这个要去注意的点 好 那么这就是让大家正点去区分的 作为一个基础尝试的点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关于它的设计方法 设计方法里面比较仇向 其实 但是考点比较突出 首先我们来去看 第一个贺载 我们贺载分为的永久性的 可变的和偶然的 永久性的自重 最常见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去看可变 在可变的就是可以变化在这 咱们要去注意的点 就是咱们最常考的一个 扬压力 什么是扬压力 后边再去句话 我们要去注意扬压力 有哪两部分组成 它的字母代表是什么 以及这某一个都是有什么原因产生的 好 扬压力要注意划分到是可变 好 那我们来去看偶然 偶然是指什么呢 偶然是指教和石 净水压力 还有咱们的地震 对不对 但是在前面一定要去注意是 教和石净水压力 好 所以这个小细地点 一定要去注意点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叫基本设计方法 在这儿我跟大家放到上边 因为咱们是18年 它新增的一个点 跟设计进行挂钩了 对不对 所以咱们在这儿知道它的设计方法 员工理念 员工理念什么呀 涨工资啊 是不是 所以是理论分析 实验研究 原型观测 工程类比 原工理念啊 理念啊 这个是验实验 但是咱们说员工理念嘛 赚工资 对吧 所以这个设计方法 我们要去注意一下啊 因为咱们见到是越来越综合 它综合到施工 综合到设计 综合到管理 所以在这儿设计到一个小设计 我们要去注意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是一个石图 说结构受力及抗滑稳定的一个石图 这个图呢 相对于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你要去注意 这个P代表了什么 W代表什么 U代表什么 S代表什么 P就是水压力 W就是自重 那么U呢 就是阳压力 S呢 就是摩擦力 每一个代表了什么 要去计划的点 好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第二个 来去看第四一个啊 那么第四一个 第四一个就会涉及到的点 就是我刚才说到啊 说振流分析 我们要去分析它的原因 要分析它的内容 但是在这个原因的描述里边 可以这么去描述 导致大坝灾难性破坏 或者是叫基本模式 是有什么 跟大坝的灾难性破坏 挂钩的 是这一块的那种 啊 因为呢 在前一阵有一个新闻 在说 有一个行拍的 说我们的三峡变形了 但是是没有的 是不是 那么三峡变形 是不是这个大坝的灾难性破坏呀 前一阵一直很吵得很火的点 那么这个水的教材上就设计了 对吧 导致大坝灾难性破坏 或者是说它破坏的基本模式 都有什么呢 你要注意 它在教材上是有的 放到了深流分析 那几类呀 一 二 三 四 五 尤其是我们最后的五个 最后的四个是非常重要的 泄洪能力不足 没有设计过水的 你让它过水了 对不对 还有霸体 与这个地基 沿着咱们的软弱层面进行划移了 或者是阳语压 阳压力过大 我们导致了生存破坏 对不对 再有呢 或者是你发生了管涌 或咱们的一个流土 再有呢 就是咱们的边坡 发生了划移 这五个原因 也可以说 生态的破坏原因 基本类型 一定要和你的时工 时工 时操进行挂钩 时工和时操进行挂钩 一定要去注意的点 这个再次强化 好 那么我就是在这 说的阿尼的点 那么我们这个 这一块的内容呢 我们考的频次最多的是 下面这一块 就是这个渗流分析 它分析什么内容呢 分析渗流分析 水为什么能流啊 因为有力推它 因为有压力啊 所以咱们是渗透压力 再有呢 根据咱们的达西 我们有一个泼降和流速 渗透泼降和流速 对不对 还有咱们就是渗透流量 以及浸润线位置 但是浸润线位置 一定要区分 我们指的是土石坝 才会设计 浸润线位置 如果是混凝土坝 将其石坝 我们是不设计的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是最易出一个多选题的 要么出将其石的 要么碾压混凝土的 要么出土石坝的 要去注意哪个是仨 哪个是四个 这个就是最易去出考题的 一个小细节点 好 那么关于咱们的分类 及设计方法 就跟大家点到这里 跟不上我的 去看你的基础课 好 继续往下看 那么下面提到的 就是建筑材料的类型 及应用 对于建筑材料的类型 及应用的话 其实提到材料 比较琐碎 那么琐碎 考点比较稀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怎么把它融到一起 首先我们来去看类型 我们类型的话 就会比较简单 让大家去简单去了解 我们知道这个城市 就OK了 我们有物理化学性质 区化分的 分为的是 无机和有机的 对不对 我们按来源分的 天然和人工的 按照功能分的 分为的是 我们的结构防水 胶 胶凝 还有咱们的装饰 防护 隔热保温等 对不对 那么咱们从下往上看 在这儿呢 我们提到的 这个胶凝材料 因为胶凝材料里边 我们设置到 无级胶凝材料里边 提到的是 水硬性胶凝材料 和气硬性胶凝材料 那么我们的 水硬性胶凝材料 指的是谁 这个点应该 不会有人错吧 水硬性胶凝材料 指的是谁 谁 谁 忘了 水泥 咱们水泥 就是一个小气的 气硬性胶凝材料 又指的是谁 除了水泥 后边涉及到的点 对不对 这个要注意 那么我们的考点呢 主要涉及到的 就是水泥这 水硬性胶凝材料 既能在空气中 硬化又能在水中 硬化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去看天然和人工 进行简单区分就OK了 我们来去看 上面提到的 就是刚才提到的 气氧胶凝材料 就包括咱们提到的 石灰呀 石膏呀 还有水玻璃呀 水硬性就是指水泥 那么我从下往上去看 你有没有学员 直接看上面呀 可别啊 我这呢 就让大家去提问一下 对不对 提问的形式 掌握的更踏实 好 那么除了无机里边提到 这一小点呢 我们来看有机 有机里边提到的呢 就是我们的土工合成材料 首先你要知道 土工合成材料 这个在我们二件上 比较比较多啊 他把单独拿出来的一小节 但是一件上只是点到 所以土工合成材料 他包括什么 包括的叫土工植物 土工膜 土工复合 土工特种 他的一个分类 可以去考选择 对吧 好 那么下面还有他的一个应用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那么在看应用的时候 首先我们来去看一下 就是筑坝用的土食料 我们土食坝嘛 用的最广泛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来 首先来去看第一个 叫坝窍 因为咱们土食坝里边 其实最常用的 就是咱们的坝体分区 我们既有防身体 又有坝窍 对于坝窍的话 我们要排水 所以他提到的 我们是渗透细水 不移大于 不移大于 是一乘一十的负四次方 但是呢 我们在这提到的是均质吧 我们说坝窍 如果是防身体的话 越小越好 坝窍越来排水 越大越好 对不对 我们后边会提到 具体的一个数字 但是呢 对于均止坝的话 均止坝 说不易大于 就是越小越好 老师 你不是坝窍越大越好吗 对呀 均止坝是什么呀 是防身体和坝窍 是一样的 我既要有保水性能 我还要有排水性能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均止坝 它都渗透细水 不移大于 是越小越好 不移大于 一乘一十的负四次方 那么我们一般用的材料 是谁和谁呢 我们一般用的材料 是谁和谁呢 胶宁利清 利清是有机 谁 这儿呢 杀壤图和壤图嘛 对不对 所以咱们要去注意的点啊 这个就是均止坝里边 可以考选择题的点 好 接下来往下看啊 那么我们的防身体呢 我们的防身体 肯定是要用粘土啊 所以咱们一般用的是粘土啊 粘制土 我们也可以用杀壤图和壤图 这个呢 我们要去知道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排水设施和气体互泊 我们不宜用 是不宜使用的是风化岩石啊 我们要排水互泊要保护 你自身要可以 风化的不可以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土空合成材料 而且土空合成材料 它的应用 需要大家注意的点 我们涉及到防身 反力排水 防护 加均土 尤其是要注意的是咱们的前两个 防身 防身在里边我们指的是什么呀 膜 还记得我说的什么膜吗 一定要在这句话啊 防身是膜 反 绿 排水 反绿 提的是谁呀 布 土工之物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布 那排水呢 我们一般用的排水管 对不对 反绿 我们用的布 土工布 可以叫土工之物 我们还会说到防护 那么最后呢 就是加均土工工程 我们提到的 就是它的格山啊 之物啊 土工袋啊 土工格式啊 等我们重点去掌握的 第一稿和第二稿 区分土工膜和土工之物啊 土工膜 土工之物 土工部 它的一个简单区分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建筑食材 那么对于建筑食材 也是咱们就是常说的一个高频点啊 那就是关于岩石 它这个分类 我们分为的是火城岩 水城岩和变质岩 我需要大家掌握的是火城和变质 火城叫什么 片麻岩 大理岩和湿莹岩 叫什么 大片石吗 对不对 啊 我们的大片石 那么水城和水相关的 是石灰和沙石 和沙岩 石灰和沙岩 那么剩下的就是火城岩 什么花岗啊 陕城啊 灰城啊 灰绿啊 和玄武啊 所以你做火城的时候 或者用排除就OK 重点去掌握的 就是水城和咱们的大佩尔石 对不对 啊 这个就是咱们提到的 关于类型 及相关的应用 是要的考点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跟大家去介绍 几种常见的 什么水泥啊 水泥沙浆啊 水泥沙浆土 挖钢材 等等相关内容 好 首先我们来去看水泥 好 那么水泥 水泥的话 我们主要是从它的 受用范围和检药 检验的要求来去区分 首先我们来去看 受用范围 受用范围是比较多的 什么水位的变化区啊 抗动要求啊 还有大体积内部 还有水中和地下的时候 我们重点去掌握的 就是咱们 水位变化区里边 涉及到不能用的 以及大体积 混准土里边 涉及到用的点 好 我们来去看水位变化区 水位变化区里边 变化区要有一个强度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 普通硅酸盐啊 硅酸盐水泥 普通硅酸盐水泥 还有我们的硅酸大坝 那么要去注意这一点 要注意 我们避免使用的是 火山灰制的 火山灰制的 避免使用 我们主要用的是 硅酸盐的 这个要注意啊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第一个点 那么第二个点呢 是抗动要求 抗动要求呢 我们也主要是用的是 硅酸盐 对吧 好 我们来去看大体积内部 大体积内部 我们一定要去注意 它要水化热 要什么 水化热你太大 所以我要用小的 中低热的 对不对 中低热的 所以我们用的是 矿渣的 矿渣粉霉灰的 火山灰制的 不能用什么 不能用什么 不能用硅酸盐的 普通硅酸盐的 对不对 普通硅酸盐 这个要去注意的点 不能用普通硅酸盐的 我们要掺 矿渣粉霉灰 或火山灰制 这就是咱们去铺的点 因为它和大体积相关 所以可以出现到案例 也可以出到选择 出选择 就让你去判断 不能选谁 对吧 好 接下来 水中和地下的 我们主要是康腐蚀 就会提到了 也是提到了 就是咱们的一个 掺到的矿渣粉霉灰 和火山灰制 应用范围比较简单 接下来 我们来去往下看看 检验要求 检验要求 可出案例 可出案例 也曾经在富士这 出现过选择体 富士的17年 出现过选择 那么这个可以出案例 那么证件 提到的是证件 水泥的证件 钢筋的证件 闸门的证件 你都要知道是什么 来去看 我们水泥的证件 包括两个 一个是什么呀 出厂 生产厂家的出厂证明书 第二个呢 就是28天强度 强度证明书 两个证明书 对吧 需要大家掌握 再有啊 这个出厂质量证明书 包括的内容是什么 包括厂明 量厂 厂明 出厂日期 两强 一个叫咱们的强度等级 一个叫抗压强度 因为你的水泥 主要承受的是压 对不对 所以是我们注意的 三四 两厂两强 一品一安定 品种安定性 两厂两强 一品一安定 组成的就是泥水泥的 厂里 抽厂的质量证明书 可以去考案例的体 再说再次强调 好 接下来呢 就是咱们曾经考过 选择体的一个复试 那么这个复试呢 也可以出现到案例体 让你判断是否需要 对不对 好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称重的 称重的 对不对 取得安全的 好 第二个呢 无出厂证明者 第三个提到呢 就是咱们要需要进行判断的 就是我们储存超过三个月 是普通的 如果是快用水泥的话 我们要超过的 这提到的是一个月 这两个区分 再有呢 就是它的对我们的证明书 或者质量有怀疑的 最后提到的就是进口水泥 这个复试的小点 我们要get到 可以出现到选择 也可以出现到案例的判断体 那么上面那个 就可以出到案例体的简单体 好 那么看完水泥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个水泥沙浆的技术指标 首先我们要知道 水泥沙浆和我们的水泥混凝土 是不一样的 水泥混凝土 设计到我们的骨料 穿口料等等 水泥沙浆 它的技术指标 就包括俩 一个叫流动性 一个叫保水性 进行一个区分 水泥沙浆只有俩流包 流动性和保水性 再有我们要去区分 水泥沙浆 它的流动性 我们用的是沉入度 肯定是越大 流动性越好 那么对于保水性 我们用的是密水率 但是如果提到工程 工程两个字 你用的是分层度 我们在保水性上 水泥沙浆的保水性上 我们最意考大家的 就是分层度 一般为一到二 我们用的是分层度 用的是一个差值 提到工程 水泥沙浆的保水性 你用的是分层度 而且我们最意考这个点 两个字区分 相正确的 好 那么这就是咱们提到的水泥沙浆 好 那么提到水泥沙浆了 比较简单 那么它要和你的水泥混凝土 进行一个分析 我们来看 对于水泥混凝土的话 我们包括的技术指标 是有仨 这三个叫什么 叫的是合一性强度和耐久 耐和强 耐和强 你的水泥沙浆 只有俩流动和保水 但是这个呢 具指标是有仨 耐和强 耐久 合一和强度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看 它相应的选择题的一个小异混点 就是说呀 我们这个水泥混凝土 它合一性的技术指标 包括什么 撒 它包括撒 叫什么呀 叫榴莲包 但是指的是水泥混凝土 叫榴莲包 水泥混凝土合一性的技术指标 包括撒 叫榴莲包 流是指流动性 年 年距性 保 保水性 应对 咱们相应的多选题 在这一块 无论是出谁的技术指标 都要去区分相应的类型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我们用摊弱度大小 去表示我们合一性的一个综合性 对不对 好 那么这儿是用摊弱度 那么在这儿进行一个补充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尤其是听过我的课的 50到90就是素性混凝土 因为我们后边会提到素性混凝土 和低素性混凝土 它的养护 养护方法和时间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我们的素性混凝土 是指50到90就我吗 对不对 好 那么低素性混凝土 它的摊弱度是多少到多少 低素性混凝土是多少 留言包 多少 0到10 0到40啊 谁的 什么 10到40吗 10到40 那么10以下我们用的是什么呀 微薄吗 用的稠度吗 是不是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一点点 这个呢 给大家进行一个补充 但是呢 我已经说过N次了 相信你们已经掌握了 好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强度 对于强度和耐久性 这些仍然是一个常识 再强调啊 二件 我们16年和18年 我们都考了关于这个常识的一个描述 考你什么呀 考你字母的含义 考你数字的含义 那么我们来看CR5 它是指抗压强度 那么25代表的是 FCU品K 大约等于25兆帕 小云30兆帕 啊 这个呢得要去注意的点 抗拉呢 我们约为抗压的10%左右 我们继续往下看耐久性里边 让大家掌握的两个 一个是抗肾 一个是抗动 那么抗肾 用什么表示 用W表示 那么抗肾里边的2代表的什么呀 承受的最大的水压力啊 以为0.2兆帕 而不渗水 对不对 啊 在这儿知道是0.2兆帕 那么抗动 是什么呀 F F 那么F50 它代表能承受50次的动人循环次数 对不对 这个呢要去注意的点 那么它的一个常识性的描述 二件考过两次了 今年一件 如果考了 必拿分 不允许丢分 明白了吗 这一块啊 不允许丢分 好 那么继续往下看 好 那么再往下看啊 好 那么往下再进行的 就是咱们给出来的 不同部位混凝土要求 那么不同部位混凝土要求呢 在前面水泥上也有 那么咱们重点去掌握核心的点 掌握一个内部就OK了啊 尤其是对于低热 就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其他的 比如说表层 表层我们是什么呀 最高水位以上的 主要涉及到什么呀 抗洞啊 变化的地方呢 我们是抗洞抗裂 最低水位的呢 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抗肾呢 强度还有抗裂 好 那么抗出刷的时候 我们主要涉及到的是它的强度 以及抗洞 抗出刷 抗浸湿 我们再次强调 我们不同部位的要求 重点去掌握的 就是它的一个大体积混凝土的内部 强受的是低热 抗裂啊 这个点呢 我们要注意的点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配合笔 那么对于配合笔 我们19年刚考了配合笔二件 而且考的你计算 因为一件的学员 你必须也得姥姥掌握这个 隐藏的计算题 对吧 我们的配合笔啊 用两个方式表示 第一个呢 就是单位 单位用多少 对不对 单位体积它用了多少多少 第二个呢 就是咱们重点去掌握的 用相对啊 相对用量的表示方法 第一个就是咱们所说到的水胶笔 水胶笔等于什么呀 水比上胶凝材料 水我们都知道 怎么算 对不对 但是这个胶凝材料里边 大家去注意的点 我们指的是水加仓和料的 水加仓和料 尤其是这个仓和料啊 胶凝材料是水加仓和料 别给我写成 老师 我直接用水比水 你可以吗 不可以 好 继续往下看沙粒 沙粒是什么呀 是指沙笔上我们的沙加十字 这个计算题啊 我已经给你强调N次了 啊 还有咱们的第一个是水胶笔 第二个沙粒 第三个呢 就是降谷笔 降谷笔是什么呀 水泥浆比上极料 或者是呢 单位体积的混凝土硬水量 但是我们重点考点是在这儿 水泥浆指的是谁啊 在这儿写一下给大家啊 水泥浆指的是谁呀 水加水泥 比上的是谁 极料 极料就是咱们什么呀 粗极料 或者是粗骨料 加上细骨料 细极料 那么一般给出来就是沙加大神小神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咱们一定要去知道 能盖得到吗 擦个料水擦个料 怎么会有水呢 这么厉害的一个人问我这么 不要水 不要水 注意啊 OK 这三个点 无论是出你的选择题 让你选配合比 还是出你的相用的 隐藏的小公式的计算 你必须要不丢分 我恩赐强调的 你就是不能丢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极料 我们来去看极料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的骨料 对于这个极料呢 我们分为的是我们的细极料和粗极料 细极料就是咱们所说的沙 沙分为的什么呀 特细沙 细沙 中沙和粗沙 而且我们用的是细度模式来表示 所以让大家掌握一个 掌握中沙就行了 中沙是什么 233 还记得吗 中沙是谁 中沙是谁 对呀 233 2.3到3.0 细沙是多少呀 我们的1.6到2.2 对不对 我们的粗沙是多少啊 我们粗沙就是咱们的3.1到3.7 0.6嘛 是不是 好 这个要大家去注意啊 好 那么OK 关于细极料 说这么多 来看粗极料 粗极料就是咱们的石头嘛 是不是 所以咱们分为的是大特大石 大石 中石和小石 但是它的一个区分点 我们是大石 八石啊 那么中石呢 是四石的上限 小石呢 是二石 那么在特大石上 我们有一个 120和50 150 这个对应情况 我要去注意啊 比较简单 关于这个石头的一个分类 20 40 80 120 那么在120这儿 还有一个150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个 在我们出现石头 我们就会试着到粒镜 尤其是我们的最大粒镜 汇合 咱们碾压 咱们的面板堆石霸 跟相关 所以在这儿还要去强调一下啊 我们这个最大粒镜 最大粒镜呢 我们一般的不超过多少呢 我们首先来去看个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是指边长的四分之一 对不对 再有呢 我们还有一个板后 但是它是指的素混凝土板后的二分之一 再有就是咱们的钢筋的 进加距的三分之二 所以咱们给出来的 就是四分之一乘以二 等于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乘以三 等于二分之三 但是呢 我们不能超过它的呀 所以咱们掉过就是三分之二 所以就是四分一二三 一二三 对不对啊 对应的是边长后和静距 这个要注意的点 好 那么接下来也个比较简单 就是前面有一个力竞 我们进行分类 分了四题 所以下面有一个力竞组合啊 那如果最大的数是四十呢 我们有两个 第二零 第四零 如果是八十的时候呀 是二四 二四八 对不对 二十四十和八十 在这儿要去计划了 如果是一百二的时候 你对用的是二四八一百二 如果是一百五 你对用的是二四八一百五 你不能说 老师我这个一百二 是不是我可以对用一百五啊 当然不是和前面一样的 谁对用谁就是谁啊 这个要看最大是谁 对吧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力竞组合 对于力竞组合 我们曾经在一五年应该是啊 我们出现过相应的一个多选题啊 在这儿是比较简单的 是不是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外加记 其实对于我们一件上的外加记呢 相对于比较简单 我们主要掌握它的一个分类就OK了啊 而且它的分类呢 我们重点掌握的是前两个 前两个 第一个合一性 合一性 我们试制的什么 混凝土的合一性是指谁 混凝土的合一性是谁 流连包 是不是 所以呢 咱们涉及到的流水 引气剂和泵送剂 所以啊 我现在可热了 不知道你们热不热啊 讲的激情澎盖有点 好 那么我们所以涉及到的叫送汽水 给我个汽水喝 这个送呢 是指泵送 气呢 是引气 水呢 就是指咱们的减水啊 所以送汽水 对样的合一性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指导 它的一个调节的凝结时间和硬化性能 我们指导的是什么呀 速早缓 速快速 跟时间相关啊 所以是速早缓 缓 这些都和时间相关 这一些呢 就会提到的 是咱们的速早缓 那么在这儿 我再次去句话一个点啊 说咱们前面一定一直在提到 常态混凝土和咱们碾压混凝土 他们两个的时间谁快一些 凝结化时间谁快一些 谁快一些 当然是咱们的常态要快 所以啊 要想两个一起 我给常态加的是什么 加的是缓凝 对不对 给常态 常态要快 所以我给大家的缓凝 如果是给碾压加 我给碾压加的是什么呀 速凝啊 在这儿进行一个应用 我们要知道 这儿的一个应用 我们要去注意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三耐久性 耐久性就比较比较多了啊 就是咱们的防租银 还有一个养护剂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引气剂 防水剂 阻锈剂 养护剂 就什么抗冻啊 抗肾啊 等等 是不是相关的啊 这个是咱们设计到的第三点 那么重点掌握的第一个和第二个 以及关于我们的速凝剂和缓凝剂 在我们混凝土 常态混凝土和碾压混凝土的一个应用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粉煤灰 那么粉煤灰作为的是什么 它的一个定义叫什么 昌和料 对不对 那么昌和料不宜小于多少 不宜小于多少 昌和料不宜小于多少 对呀 百分之 我们单摻的时候不宜小多少 还记得吗 我刚刚讲了 百分之几十 百分之五十是指的谁呀 矿渣 百分之五十指的矿渣 百分之二十指的谁呀 粉煤灰 我们分煤灰分为了F类和C类 半置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分为了一二三类 这个大家要注意点 我们要注意进行一个前后的一个联系 好 这就是咱们是单摻的时候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咱们的建筑钢材 那么咱们的建筑钢材涉及到的点呢 是一个曲线图和一个指标 对我们的曲线图呢 是这张图 应力应变曲线 说了N面了啊 但是呢 这个题呢 真不要出错 而且我们曾经考过真题了 最小的比例极限 成比例的 再往下走 是屈服 屈服完了以后是极限 这个试图体比较简单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指标了 指标里边啊 出多选 怎么出 不可以 首先我们来去看一下质量检验的四指标 四指标呢 有两个强度 是包括咱们的屈服强度和极限强度 有两个有有两个素性 包括的是冷弯和拉伸啊 和拉伸啊 和咱们的呃 这个的有和拉伸 伸长率啊 可以叫拉伸 可以代表他们伸长率啊 拉伸冷弯 这个大家要要要要注意的点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那么我要注意 下边一个是区分 有无屈服强度 那么有屈服强度的话 我们需要注意的话 是四个 那无屈服强度呢 是三个 但是在一件上并没有提 谁是有屈服强度 谁是无屈服强度 在这跟大家说一个啊 钢森 钢森是最典型的 无屈服强度 里边提到的钢脚线 所以如果让大家去选钢脚线 它的质量检验的指标 我们只设计三个啊 只设计三个 没谁 没有咱们的屈服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的点啊 对钢脚线 这么懂我啊 简直了 好 那么既然大家这么懂 我就继续加快了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性能指标 性能指标 我们涉及到了一个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 首先我们来去看工艺 工艺是什么呀 我需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提到了焊接性能 我们后边还会提到焊接 它的一个焊接的一个率 对不对 再有呢 我们会提到冷弯弯钩的制作 所以我提到了工艺性能 包括两个焊接性能和冷弯性能 所以冷弯性能出现两次 它既是工艺性能 也是我们的素性指标 对不对 哎 这一个我们要去句话 来去看我们最易去忽略的这个力学性能 力学性能 我们提到的是抗拉 硬度和冲击韧性 啊 那么我们曾经考过在这一块 也考过工艺性能 也考过素性指标 但是呢 我们还真没考过力学 那么力学设得什么呀 钢筋 受拉 水泥 不是受压吗 所以它要设得到抗压强度吗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钢筋 受拉 所以它就是抗拉性能 再有呢 就是它的硬度 以及它的冲击韧性 抗拉性能里边就是抗拉屈服强度了 抗拉极限强度了 还有它的伸长率 这个呢 是应对 我再次强调啊 多选题 怎么出题都可以 多选单选怎么来 出N到底都可以 这个要注意的点 你要去正确区分 那么应对这种题 没问题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第三个提到的叫钢筋的检验 钢筋检验又一次 前边提到水泥上边 马上要提到钢筋 钢筋检验也是实时操啊 提到材料的检验 提到什么什么措施 提到什么什么流程 都是我们实操 必须要掌握的点 对吧 好 那么一起来去看一下 首先钢筋 我也要有证件 有什么证件呢 有的也是出场 你来证明数 或者是时间报告单 对不对 好 再由我们的钢筋里边 进场里以后 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东西叫做标牌 好 那么这个标牌 上边的内容 必须掌握 我再强调 18年的二加安理体就出了 而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实操嘛 把钢筋作为一个背景资料 去结合管理里边的内容 进行一个考核 那么来去看一下 钢筋的标牌 包括什么内容呢 包括咱们的厂标 钢号 产品批号 规格尺寸 所以咱们提到的是 钢厂产规齿 还记得吧 你的规齿是钢厂产的 你的规齿是钢厂产的 所以肯定很厉害 这个钢是指什么呀 钢号 产呢 厂呢 是指厂标 产呢 就是指产品批号 规呢 就是规格 尺呢 就是尺寸 钢厂产规齿 五项对应我们的钢筋的标牌 这个一定要注意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如何去应用这个钢筋 做背景资料呢 除了这个标牌 我们还有一个检查项目 检查项目就会让你出现的是 判分析判错题啊 因为检查项目 还有我们的数量啊 这会分析判错 我们来去看一下 首先检查项目 我第一下 钢厂云来 我要干什么 要干的是 他进行他的外观质量检验 外观质量检验 后边这一小句话 我为什么在这描述 因为很多学员不会去 钢筋大家都见过 但是呢 你观察钢筋的外观 到底观察什么呢 书面要表达啊 秀实程度 有无裂缝 结巴 麻坑 气泡 杂碰 伤痕 杂碰伤痕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啊 这些话语 我不给你 你是否注意到了这个常识 是否注意到这个实操点 啊 书面的表达 而且我们还要去测钢筋的指律定 是我们八根的呀 二十二根的呀 还是二十根的 十根的呀 就是几毫米 对吧 好 那么合格后呢 我们再去取它的试样 取两根 我们要注意啊 我们要去两根 一个做抗拉 一个做冷弯 啊 而且呢 我们取的时候呀 要去去到这个端部的五百 啊 尤其是针对于这个五百 和这个两根 我们会去出想要的判断题 还有咱们的数量 数量呢 是60 是同一卢号 同一规格的唯一批 而且咱们的试验 这个总数呢 不得少于六足 对于数字的考察 我们最易出现的 就是盘 盘断题 分析盘断题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的指标 对于指标呢 我们最易考的就是简答题咯 看 我们刚才说了 一个做抗拉 一个做冷弯 那么我们的抗拉 做什么 做的是抗拉试验 试验呗 那么我们的做哪些指标呢 去浮点 抗拉强度 以及伸长率啊 去浮点 抗拉强度和伸长率 因为咱们这个 还记得吗 抗拉性能 包括它的去浮强度 包括它的抗拉强度 包括它的伸长率 所以你做抗拉试验的时候 当然是针对这三项啊 一样的吧 哎 这个点要盖得到了 对吧 好 那么冷弯试验 冷弯试验 又是一个线下的描述 我们冷弯 什么才合格呢 就是你弯了以后 不得有裂纹 不得剥落或断裂 这三个词的一个描述 你也是要和前面 它的外观质量的一个查看的描述 进行书面化的表达 你才能应对 什么叫实操啊 这些不都是最好的实际操作题吗 而且你作为项目经理 你是不是这些技能是必备的 哎 这个点 大家要盖得到就OK了 啊 这就是关于钢材 好 那么关于钢筋 就跟大家说完了 说了这么多知识点 来 做个简单的题 好 来 做个简单的题 一二三呢 考什么呀 考的是变质岩 变质岩叫什么 大片石 没有人错吧 大片石 大是什么 大里人片麻岩石鹰岩 所以我们选的是ABC 那么灰绿岩和玄武岩叫什么 叫火 火成岩 对不对 那咱们的水成岩 一个叫石灰 石灰岩 一个叫沙岩 对不对 这个点呢 出了二件啊 我们的二件出过好多次 咱们的一件还没有出过相似的一个点的考核 但是咱们要去追 好 那么来看再看一道题目 看这一道题 看能不能选对 考什么呀 叫新版的水泥沙浆的合一 合一性的具体指标 包括什么 叫什么呀 水泥沙浆 合一性的指标 具体包括什么 谁呀 它只有流动和保水 你的年距性是谁的合一性啊 是指混凝土吗 混凝土它是榴莲板呢 对不对 对吧 跳坑呢 而且我们的多悬 宁缺乌烂呢 所以AC我知道呀 B到底选不行呢 这水泥沙浆并不是混凝土 那么我们的奈何强是什么呀 奈何强也是指混凝土的 奈何合一 强度是指混凝土的技术指标 对吧 进坑了 进坑了赶紧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水利贺载 对于这个水利贺载呀 我们也是一般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选择出现 但是呢 我们曾经考过一道 考到一道计算题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较简单啊 首先我们要知道主要的水利贺载呢 我们有净水压力 洋压力 洞水压力 浪力压力 冰压力等 那么我们关于这个净水压力的计算呢 我们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涉及到的叫净水压力的计算 因为我们的水压有水平方向上的 也有垂直方向上的 对不对 你你说一个东西放在水里边 垂直方向的和水平方向都有压力 所以第一个点呢 叫净水压力的计算 但是净水压力计算呢 我们先算的是压强啊 P等于伽马H 是不是 那么如果你算压力的时候 我们应该算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根据的是什么 还记得什么吗 还记得什么吗 F等于P乘以S 对吧 F等于PS吗 所以咱们有P了 我们找到这个面积 就能求出这个净水压力 对不对 噶 这是某点处的净水压力 所以咱们H呢 就是计算点处的作用的水头 噶 就是水重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设计的 刚才提到了净水压力 数值方向上的 我们可以这样去计算 对不对 那么当然当我们如果是水平方向上的净水压力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算法 水平方向净水压力呢 我们根据它的一个面积 我们取它的面积值 所以咱们就是二分之一 伽马H方 二分之一 伽马H方 单位宽度 单位宽度的水平 净水水平的净水压力 这是水平的啊 这是单式值水平的 我们根据的是它的面积来走的啊 三角形的面积 对不对 好 那么关于这个计算呢 我们需要大家去区分一个是净水压力 一个是单位宽度的水平净水压力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第三个去考虑选择题的点 说我们的阳压力 刚才给大家去解决上个问题啊 阳压力是由浮托力和渗透压力组成 浮托力的表示是F 浮托力的表示是S 湿润肾 对不对 好 这个OK 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矩形代表的是什么呀 浮托力 因为浮托力是由下游水位产生的 对不对 那么其他呢 我们带到的是渗透压力 因为渗透压力是由上下游水位差产生的 所以我们的上下游水位差 下游水位产生的这个点 我们都是要知道的 阳压力组成 还有各字母的原油 以及具形状的表达 还有它产生的原因 必须要知道 好 那么这就是咱们关于水和离贺载 涉到的重要卡点 内容比较少 那么下面呢 咱们来做到题 下面呢 咱们来去做到题 试试这道题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啊 说尺寸为1.5乘以1.0乘以0.8 给出来的长宽高的箱体放在水深为2.8的水池地面 这个箱体底面受到的净水压力为多少 首先它要考你净水压力 并没有考你水平的 所以你要把那个水平的给删了 那么这个进水压力就是咱们所说的F等于PS 对吧 是什么 比较简单 好 那么来去看P P等于什么呀 伽玛H 那提到了这个伽玛是10 那么H是多少呀 我们主要说的的是顶面 就是这里 所以咱们乘一个2 那么S是多少 S是指什么呀 顶面 那么我们的顶面是什么呀 是指咱们的长乘以宽 所以我们的S就是指1.5乘一个1.0 最后等于多少呀 就是等于咱们给出来的30千牛 所以选到的是C选项 怎么样 明白了吗 我还是让你尝试了一把呢 这真考题里边出一下 你不真晕呢 这要注意啊 OK 哪晕了 这别晕 多简单呢 就是利用P F等于PS P等于伽玛H S面积 然后走的 不能用水平的 因为我们的水平的2分之1 伽玛H方 我们指的是水平 好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 所以咱们关于水利贺载 就跟他说这么多啊 给大家一个新型的考题 要注意的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去看深流分析 那么前面其实咱们已经提到了深流分析的点 对吧 那么下面咱们去补充一些相关的点 第一个呢 就是渗透系数 现在跟他提到了渗透系数越大越好 因为渗透系数越大 它的透水性越强 对 所以咱们的管景的话 也要渗透系数越大越好 对吧 好 那么对于渗透系数呢 其实跟我们的达系定律是相关的 那来看它影响因素 就是跟咱们的土的颗粒大小啊 还有咱们的形状啊 不均匀系数 及水温呢 我们一般去测这个渗透系数的时候 有三种方法 一个是经验 一个是室内 还有咱们的野外 好 那么对于我们渗透系数 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是它的一个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呢 一般情况下不让你计算 不让你计算 考什么呀 考你字幕的含义 我们知道A A是面积 B是流量 那么它重点去考你什么呢 考你的是L和H L和H是什么呀 L和H 其实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坡降 坡降呢 我们是用它的一个水头损失比上它的肾径 对不对 但是它掉棍了 所以咱们要去注意的L 就代表它是一个肾径 是指什么呀 土样的高度 那么我们的H呢 就代表的是水头损失 我们要去注意 H在水力上 我们一般是用来表示的是水头损失 那么在这儿 这个L是表示的肾径 那么这个肾径呢 就是在咱们实验里边提到的这个土样的高度 那么这两个点呢 就是咱们提到的可以出到相应的选择体 关于字母的点 选择体关于字母的点 也要注意啊 好 没有错 没有错 继续往下看 渗透变形 其实对于渗透变形这儿 我们刚才都跟大家get到了 我们首先要注意渗透变形 我们都提到哪些 管有流土 接触出刷和接触流失 那再有咱们要从它的一个定义上进行区分 比如说咱们的管有是什么呀 是指咱们的非非年性土体 这个孔 成山是什么呀 孔道而产生其中涌水的现象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管有 那么提到的是非年性土 所以它的位置也从它的定义上进行看出来 就是指的无年性的沙土 还有咱们的沙利土 沙利土也是指无非年性土吧 它的下游泊面 或者是这个地基的 是地基的渗流的异出数 所以这个是管有的定义 我们要去区分 尤其是跟流土 流土是既可以发生到非年性土 还可以发生到年性土 那么非年性土呢 就是咱们的集体一起 同时发出异痛 那么年性土呢 就是我们发生的是隆起断裂和浮动 所以对于我们的流土 是既可以发生到年性土 也可以发生到较均匀的非年性土 这个定义请区分就OK了 那么我们的定义是曾经考过的 比较简单的一个单选题 好 那么来去看我们的接触冲刷和接触流失 什么叫接触冲刷呀 就是接触面接触面处这个土壤颗粒被被动而被冲动而产生的 从下线里我们提到的是接触面 那么接触流失流失是指的什么呀 渗透小的一层的细颗粒带到了渗透细数大的一层的现象 所以我们从定义上去区分我们的四大渗透变形 再有我们要和我们的边坡破坏类型进行一个综合的去判定就OK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所涉及到的关于它类型的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涉及到了一个措施 工程措施 预防渗透变形的工程措施有哪些 提到措施有你懂得靠什么 靠案例 提到措施靠案例 首先我们来去看第一个类型 第一类 第一类就是改善的什么呀 我们沿体内的结构特性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第一类比较简单 第二类就是必须要进行掌握的工程措施 到底是什么延长的渗径怎么延长啊 我们来看采取的是截断它内部的水流或者是减小它的渗透水流的坡降 那么我们主要最常用的叫防渗墙 地下连续的防渗墙 对吧啊 这个点我们要去注意的啊 最通用的防渗墙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它具化的具体工程措施涉及到的这四点 看到了头疼呗 头大呗 不头大 分析一下就OK 嗯 那么来去看 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涉及到的说设置水平与垂直的防渗体 对吧 是垂直 水平 铺盖式 水平的 水平的铺盖式 垂直的防渗墙式的防渗体 增加的是它的渗径 降低的是它的迫降或阻 阻结的它的渗流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呀 我们要去设置它的排水沟 或者是它的碱水井 所以如果提到工程措施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打前两个啊 直接它它前前面这个描述 设置排水沟或碱水井 设置水平与垂直的防渗体 对吧 它的作用 我们要去计划的点 会应对相应的综合性的判断题啊 说设置排水沟干什么的呀 降低的是下游 它的处流处的渗透压力 并有计划的排出渗水 对吧 好 所以要注意 那么除了第一个第二个点 我们还会针对于不同情况 设计的点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管涌 我们铺设的是反绿层啊 拦截的可能被带走的细小颗粒 因为咱们的管涌 它的原则是什么呀 绿土排水 对不对 绿土排水 我们要什么呀 我们要是什么呀 制止 制止 用水带杀 但流有什么出口 不就是绿土排水吗 而你的反绿层的作用 就是绿土排水 所以针对的管涌 你要注意的 我们设计到的是反绿层 那么除了管涌 我们还最 还有另外一种渗透破坏类型 比较常见的 就是流土 那可能产生流土的现象 我们甚至的 我们设置的是钙种 因为我们的流土 要么就是集中 同时拥动 要么就产生隆起 所以我们提到的是 它的一个钙种啊 钙种之间 我们也要增设 它的反绿层 但是我们采取的核心点 是它的钙种 所以对于它的具体措施 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到的 第一个 就是我们垂直和防身体 第二个就是排水沟 第三个就是反绿层 第四个就是钙种 那么对于我们的 第一个第二个点 我们要注意 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具体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第三个和第四个 一定要去分清管涌 应对的是什么 流土应对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咱们 工程措施里边 它的句话的内容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一直来去看一下 第三个第四个 都提到了这个反绿层 刚才我也提到了反绿层 而且反绿层 它的考试 既可以考试图 又可以考技术 还可以去考 结合咱们后边的案例题 去考 管理科目去考案例题 所以对于反绿层的应用 必须要去掌握 那么首先 你就要去知道 反绿层 它的作用 这四个字叫什么 叫做绿土排水 绿土排水 防止在水工建筑物 甚至出口 发生它的渗透变形 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咱们 所涉及到的石图题 那么这个石图题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反绿层 它沿着渗流方向 这个力竞是一次增大的 也就是咱们沿着渗流方向 由小到大 沿着渗流方向 由小到大 去排 杀的时候 小神和大神的时候 我们是杀在下 大神在上 小神在中间 对不对 要去注意的石图题 好 那么接下来 第三个 也就是可以出到 案例题的反绿层 提到的是 霸的反绿层 符合的要求是什么 因为我们后面 还会提到反绿层 霸的反绿层的 符合的要求是什么呢 既然反绿层是绿土排水 所以霸的反绿层的 符合要求 当然是针对于绿土排水了 我们来去看一下 那么 首先我们要去注意 它要使被保护的土 不发生渗透变形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 渗透细水要大于 为保护的土 因为我们要什么呀 能通畅的排除 渗流水 绿土排水嘛 对吧 绿土排水 绿土保护土 不为不发生的变形 排水要有 它的大于 它的渗透细水 能排除强的水流 第三个 就是它本身的啊 说不致被细 细细土拥塞而失效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的点 所以咱们从作用 看一二 从本身看到三 对吧 从 从作用看一二 从本身看到三 那么这三个呢 就是和我们的霸 因为我们的霸 在我们水利里边 是常见的水空建筑物之一 它设计的烤点非常多 所以在这儿也是重点之一 对吧 好 那么看完这些 我们一起来做道题 看你们掌握的怎么样 好 那么继续往下看 不移动 不穿过 不堵塞 不变化 好 那么来去看一下这道题呢 涉及到的工程措施啊 说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来去看A选项 最可靠的方法是在我们的渗透土层里兴建什么 兴建什么 兴建的是防渗墙 而并不是短矮短的节水墙 对吧 所以A是不对的 我们提到的是防渗墙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B B是什么呀 设置水平与垂直的防渗体 增加它的肾径 这个是C B是正确的 来看C 说对于可能发生管允的地段 我们应该干什么 管允的地段提到的是返利层 对不对 那么D呢 流土的地段 我们提到的是盖中 所以CD是不对的 好 来去看E 说是排水高以降低 它的一个渗透压力 渗透压力是对的 所以我们正确的答案就是B和E 睡着了 谁睡着了 好 这个要去注意 时间太长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啊 这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看 下一个考点 下一个考点 也就是咱们这一张最后一个 这张最后一个考点呢 叫做水泥的形态 几消灯方式 这一节内容比较简单 但是呢 我们可以出相应的题目啊 可以出相应的题目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去看水流形态 我们的水流形态呢 是有八种四对 我们要进行一个试图 我们要去分清 什么是恒定流 什么是非恒定流 什么是均运流 什么是非均运流 什么是层流 什么是稳流 什么是基流 什么是缓流 一定要去懂这个试图题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第二个 就是四大相当方式 四大相当方式也是必须要懂的是试图 你看咱们的底流强调的是水月 对不对 好 那么挑流强的是挑流壁坎 和咱们的冲刷坑 对于我们的面流强调的是底部漩涡 对我们的消利户 我们强调的是消利户效能 所以我们要从试图上去区分 这四大相当方式 还有要注意的另外的一个细节 就是咱们的面流和消利户效能 我们不是需要去做互谈 这个要去注意的点 所以对于我们水流形态和消灯方式 除选择 基本上我们会集中到我们试图题的一个出法 那么我们的按 按理题基本上不涉及啊 所以咱们在试图这儿进行一个入手 在这几块 我们要注意 再有就是咱们一个细节的 不做互谈的两大 是指咱们的面流和消利户 好 那么既然试图 那么下面咱们就做到题 来去看一下试图啊 属于缓流的是什么 属于缓流的是什么 这个你们听到现在就不行了 我还在这开开一讲呢 咋了 是太懂了 还是怎么着 还是跟不上 学什么 我们来看啊 叫什么呀 缓流 那么我们的A和B 它是层流和稳流 对不对 那CD哪个是缓流呢 缓流干扰素 要干扰素啊 去它的干扰波素 对不对 缓流影响的是什么呀 影响的是上游 那么我们的激流影响的是下游 那么来去看哪个高一些呀 这个H 所以在这儿我们提到的 那么我们的C 就是咱们所受到的是缓流 那么我们的D 提到的就是提到的是激流 对吧 影响的是下游 是不是 这个大家要有注意的点 所以比较简单 也是咱们专业上面的一个体现 那么出了就必须拿分的点 对吧 反正就比自己负习有效果 谁选D呢 累了 累了再继续坚持啊 还有半小时 好 那么关于我们的第二节呢 其实涉及到支持点是非常多的 所以第二节完了 就咱们第一章就完了 第一章内容是比较多 所以希望咱们学员呢 一定要去注意的点啊 好 那么我们第一章的考点也是比较多的 首先咱们再去回顾一下 这八个 第一个就是等级划分 必须要掌握 选择案例均会出五分六分都可以 对吧 各种啊 等级 洪水标准 等级 洪水标准 还有咱们的抗震设防 好 接下来往下看我们的第二个 关于我们可以考六大水位 六大库容 可以考石图 对吧 第三个 合理水游年限 及耐久性的时候 来 合理水游年限 我们需要大家去掌握的是 二等和三等对样的点 那么耐久性呢 我们需要跟大家去注意的是 五类环境 还有一些巨化的一个 大体积混凝土的一个相应的规定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一个 第四一个就是水空建筑物的分类 及设计方法 这一块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去区分 什么是次要建筑物 什么是临时性建筑 再有在设计方法这 我们需要大家去 巨化的一个点 这个设计方法 再次细节的点 一个石头题 就OK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第五个 叫建筑 建筑材料的类型及应用 建筑材料类型应用呢 比较琐碎 但是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 就是咱们提到的水泥 土工 土工合成材料 水泥 水泥沙浆 还有咱们的混凝土 钢材 对吧 这些点我们要去注意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第六个 第六个提到了水利贺载 提到水利贺载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去掌握的 就是洋压力 再我们去掌握比较简单的 一些关于水压力的一个计算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第七个 渗流分析 其实渗流分析 我们需要大家掌握的 就是渗透器 说的它的一个描述 关于它的字母的含义 第二个就是 关于我们渗透变形 它涉及到的定义 定义去区分 相当于四大 渗透变形 它的一个类型 再有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反律层的一个作用 还有它的措施 还有我们的 反律层的作用 要求 以及涉及到我们 是防止这个渗透变形 我们采取的工程措施是什么 再有在这个渗流分析这 也就是和咱们这个设计这 组合的一个大坝 组合的一个大坝 它受到一个灾难性的破坏的模型 有哪些要去注意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涉及到 比较简单的第八一个 关于水流形态 八大水流形态 以及四大商量方式 它的实图 要必须要进行一个 选择方向的一个注意 好 那么整个八个考点呢 帮大家去罗列了 关于第四节工程设计的 相关内容 没问题了啊 好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 好 那么看完第一章 终于把第一章讲完了 剩下呢 咱们时间就继续往下看吧 看什么呀 第二章 关于施工水流的控制 那么施工水流的控制呢 其实相对于我们的第一章 简单很简单 内容少 知识点少 对不对 考点也比较突出 那么首先我们来去看第一节 第一节呢 就是关于我们的导流与节流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去看导流标准 其实这个导流标准 我在这呢 主要是跟大家去回顾一下 和我们这个等级划分里边 关于导流标准的一个重合啊 我们来去跟大家去一个总结点 其实来去看一下我们的导流建筑物级别的时候 我们根据有四个保护对象 实时后果 使用年限和导流建筑物的规模 所以这个点是重复的 是可以去考相应的选择标准的 对不对 选择体的标准 第二个呢 就是指咱们这个导流建筑物设计洪水位啊 导流建筑物的设计洪水位和设计这个标准 导流建筑物就是指咱们的人士性建筑物的设计洪水标准 是指什么呢 是指咱们的级别 还有咱们的类型 在这儿还有一个风险度的分析 那么这个针对的是咱们的520的 哪个520呢 针对的哪个520呢 哪个520 哪个520呢 是指咱们的最大520 对吧 这个大家要注意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咱们这个临时度讯 那么临时度讯就是指的是咱们这个 在施工过程中啊 在施工过程中 这个大坝作为临时性挡水建筑物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它的坝形和坝前的蓝红固容 这个指的是什么520 这个是什么520啊 这个就是指咱们的最小520 对不对啊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的点 好 OK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到就是我们施工后 施工后呢 涉及到的一个杜逊的洪水标准呢 是坝形和大坝级别 这个呢 涉及到的设计和教合 我们作为了解几个 啊 所以在这个呢 我们第一回顾 第二可以应对相应的依据的选择题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叫导流方式 非常简单了 首先你要知道 导流方式 它分为了两个基本 一个是分次 一个是一次性 对不对 一个是分期 一个是一次性 知道了 再有呢 我们要知道分期包括谁 一次性包括谁 分期就包括树窄和床 和通过几件建筑物 那么树窄和床 我们用到前期 它的挡水就是围燕 那么泄水就是树窄和床 通过一件建筑物呢 我们用到的是后期 通过建筑物 肯定我前期要去建呢 所以用到的后期 我们挡水仍然是围燕 它的泄水建筑物 就会有什么底孔啊 预楼缺孔啊 树齿孔啊 以及厂房 对吧 所以这个点呢 我们要取一注意的点 那么在这儿 我们会根据建筑物 让你去判断 它的处于哪个期 也可以根据期 去选择相应的建筑物 这个要去注幣 我们可以选择案例 均除线 对吧 那么一次性呢 也是比较简单 三件数的 是什么呀 明渠 碎洞和寒管 明渠 用到的是平原 碎洞 用到的山区 我们的 我们寒管呢 是导流比较小的 那所以它在挡水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用到围燕 那么泄水建筑物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 明渠 碎洞和寒管 所以对于这一块的内容呢 掌握的应该比较流畅 第一个 但是呢 我再次要去强调 我们通过建筑物去选 去判断属于哪个期 或者是通过建筑 通过期选择建筑物的时候 第一个考点 第二个考点呢 我们就是把你的导流 会和咱们案例里边的 逊奇的一个判断 进行结合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逊奇的一个判断进行结合 这就是咱们两个考察方向 对吧 好 这就是关于导流方式 比较简单的一个点啊 和逊奇的一个考察方式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去看这道题 就比较一个简单的选择题 考的就是适用条件 提到什么 就是在河谷狭窄的山区河流 金箭这个拱吧 易选用的施工导流方式 是什么 是什么 是指咱们的山区 山区选什么 选隧洞 狭窄的肯定是一次就OK了 对不对 所以我能排除的 就是咱们的B和C 那么明区 我们用到的是平远缓的 对吧 好 那么底孔 底孔用到的是哪呢 底孔属于的是 我们分期里边的后期 住在河床里边 是我们的分期里边的前期 对吧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的点 后期 对 好 那么这个就是比较简单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去看 第二个涉及到的点 就是节流方法 节流方法 对于节流方法的话 我们涉及到的考点呢 每年都会比较少的 基本上我们主要涉及到的 就是一分 对吧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那么节流的话 我们方法主要跟大家说到的是 选方法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因素有什么 就是水力学的一个参数啊 施工条件啊 节流难以程度啊 抛头材料的数量和性质 还有抛头强度啊 所以从你节流 节流上面 挡水的 所以你要从挡水这个范围 去选它的一些因素 再有我们的考点会集中到的是 下面它的一个类型的选择啊 因为我们分为的是力度平度和混合度 在力度里边我们会涉及到一个单枪力度节流和多枪或者是双枪 在这儿呢 会有一个限制啊 当我们的水量比较小 而且它的落差小于等于4.0米的时候 我们选于单枪 当我们的流量大且它的落差比大超过4米的时候 我们选的是多枪 所以在这儿有一个4.0米的一个限制啊 这是超过和不超过 好 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平度 我们我们指的从定义上是建桥才叫平度 对不对 所以它的混合度要么是力平度 要么是平力度 它的优点我们要去注意 力平度我们主要是指的是省钱 建桥需不需要钱 必需要钱呢 对不对 所以我先给它力度进行缩短它们的一个缺口 我再进行建桥缩短它省钱 对吧 那如果是平力度呢 是防虫刷 因为我建完桥以后 我从我的桥上去泡头料 它是防虫刷的 所以对于混合 混合读里边这两个选择 我们要去注意 因为我们的导流和节流 它是属于咱们水利工程里边 独有的一个工程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去加大 它的一个思想上的认知 定义上的一个区分 在这儿我不给大家再去讲定义了 但是我希望咱们学员 对于定义它的一个应用 和它的一个理解 必须要到位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这儿 涉及到了一个技术措施 刚才提到导流和节流 涉及到的是我们水利里边的专有工程 所以提到的它的技术措施 提到措施 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它的技术措施 第一个什么呀 加大它的分流量 改善它的一个分流条件 加大的分流量 一点点耽 对不对 改善分析 第二个呢 就是改善龙口的水利条件 还记得龙口吗 我们要把它集中集中到小的时候 叫龙口水从这儿拥起 所以要去保护龙口 对不对 加固 所以改善龙口条件 再有就是我们增大它这个抛头料的稳定性 因为我们进行抛头料去解它嘛 对不对 所以它的稳定性强了以后就减少了块的流失 我们能缩短它的工期 更快速有效的截断水流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就是加大它的截流的施工强度 快速的 施工强度就是快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就是合理的选择它的截流时段 水流比较小的时候去截流 这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技术措施 我不要求咱们学员每个字不差的 给我去知道这些措施 但是呢 你要去了解 如果真出了 如果真出了 让你去答措施的话 真今年考你截流 那么这种东西 你要多多益善 会去分析就行了 你要分清什么是截流 那么这种技术措施 就迎刃而解 这个要去注意的话 这个再次强调 OK 关于截流方法比较简单 就是说这么多 那么导流截流讲完了 所以导流截流 我们涉及到其实三个考点 第一考点导流标准 就是一个回顾 我们可以考我们的选择题 对不对 考它的依据 第二个和第三个 我们涉及到的 就会计划到什么是导流 导流的方式的选择 我们去考案例 我们去考选择的一个应用 再有就是截流方法 可以考到我们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会涉及到的 有一个细节小点4.0比 再有就是我们 平力读 力评读 它的优化点是什么 以及关于截流 它的一个措施 又是指哪些 这些点都不需要去死寄 你要去明白 什么是导流 什么是截流 其他的硬化的节点 就扬刃而解 去应对相的一个 我们可以说 可以超纲的题目 那么所谓的超纲 不就是偏难点吗 所谓的超纲 不就是你没注意吗 对吧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好 那么我们的第一节 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二节 第二节提到的是 导流建筑物及积坑排水 那么导流建筑物最常见的是谁 尾宴嘛 尾宴属于的什么建筑物 临时的还是我们的次要的 导流属于的临时的还是次要的 尾宴属于的是临时的 对不对 导流墙属于的是次要的还是临时的 导流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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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流墙是次要啊 墙墙 挡土墙 导流墙 次要的啊 要区分 好 那么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尾宴的类型 那尾宴类型主要跟大家介绍三个啊 一个是土石的 一个混凝土的 还有咱们一个钢板装的啊 那么来去看土石 土石的话 我们提到的就会提到说你最广泛 因为它适应性能力强简单 有限采用最广泛 对不对 最后大家正点掌握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连连看防肾形式如下 这四个 第一个什么呀 斜墙 第二个斜墙到水平扑盖 第三个垂直防肾强 垂直啊 垂直墙式 第四个呢 关键尾目式 对不对 好 所以这四个对用的连连看 必须要注意 那么我们最以处的是什么呀 给出一个图 让你判断 ABCD 给你出你ABCD 让你选是谁 我们曾经考过 垂直防肾强 垂直防肾式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的 垂直防肾式 灌脚尾目式 斜墙式 斜墙式 斜行代水平扑盖式 连连看啊 我们石图的连连看 我们石图的连连看 必须要去注意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去看混凝土 混凝土的话 我们优先采用的是重力石的混凝土结构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而且呢 我们一般采用的是延时的一个机上 因为我们要采 我们要去考虑到 它的一个过渡性 我们用延时去支撑 它这个碾压 重力石碾压混凝土的结构 好 再有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一个点啊 两面挡水 与永久建筑物相结合的 是指混凝土的横向为焰 还是指纵向为焰 要注意是什么 要是指的 这儿是指咱们的纵向为焰 它的结构形式 我们如下啊 我们这儿给出来了 双面是支撑式 一流式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连连看 相对于也是比较简单 曾经我们考过土石的防渗 结构式 但是我没考过混凝土的 那么这次呢 我们很可能考过混凝土的 你是否能选出来就OK了 对吧 也比较简单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钢板装啊 其实关于钢板装呢 我们是18年它新变了 但是没考 但是我觉得考这个点很好啊 考什么呀 装配式 水林里边涉及到的装配式 是非常少的 那么这儿提到了个装配式的钢板装 装配式的钢板装 首先要知道 它建立到的是咱们的 岩石地基或混凝土的基座上 钢装配式的嘛 已经成型的 所以它涉及到的水水头高度呢 是30 那么如果是咱们的打入式的 打入式的 你要把我们的钢板装打到里边 所以我们要软的 它提到的就是咱们提到的 叫是细的沙粒石地基 而且我们涉及到的水头是20米 所以这个钢板装 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对于钢板装这啊 去年没考 今年会不会考呢 走个流行 走个流行 考个装配式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进入的 就是关于维艳的布置与设计啊 其实关于维艳的布置与设计 这一块的内容呢 可多了 对对 尤其是19年新增了一点 但是它没考啊 考了一个小点 考了一个小选择 那么听见还不会 会不会考选择呢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啊 怎么去出选择题 首先我们来去看 第一个叫填柱材料 对于填柱材料的话 我们主要是从渗透气水入手 再强调 渗透气水越大 它的渗透性越好 透气水越好 对于不同的部位 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去看啊 君治土 君治维艳 咱们前面提到了 君治维艳是霸锹和防身体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认为壤图和山壤图 所以它的渗透气水要小 所以我们是渗透气水 小于等于1乘以10的 负四次方啊 C里Cm杠秒 所以这个呢 跟前面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如果是防身体的话 霸体分区霸了 啊 把防身体分区霸了 我们设计到的防身体的话 越小越好 它是小于等于1乘以10的 负五次方 更小了 对吧 如果是霸翘的话 霸翘要排水了 所以我们要是大于1乘以10的 负三次方 三次五 对于是什么啊 三次五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个软化系数 这个软化系数再次强调 你的教材是错的 我们是越大越好 教材是错的啊 越大越好 教材是错的 肯定没听我的课 规范上就是越大越好 哪有越小越好啊 越大你承受的抗 抗 抗软化性才越好啊 啊 越大越好 大于6到7 那么我们的反律量和过度量呢 满足它的颗粒几配就OK了 啊 我们要去注意 是否今年会在这个数字上 给大家去注意呢 我们知道345就OK了 对不对 三都是对于的 负三负四负五 对吧 所以你要去注意 负三肯定是越大于负三的 对不对 那么下边的负四负五肯定是小于的 那么最小的就是防肾体 所以它小于10的 负四负 啊 对一下这个就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下边的一个防肾 防肾啊 这个防肾呢 主要是一个措施的选择 比较简单 我们对于对于它的一个燕机的覆盖层 我们要么是这个节水墙比较短粗的 还有纸墙 在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咱们给出来的防肾墙 对吧 啊 跟前边咱们设计到的一个防止它的渗渗渗流是一样的啊 渗透破坏渗流破坏是一样的 还有咱们给出来的铺盖或者是悬悬挂式的防肾形式 深厚的我们都是可以轻轻组合的啊 我们中央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咱们的防肾墙 跟前面咱们提到的是一样的啊 接下来我们就是跟跟这个防肾材料 防肾体的材料 我们前面提到了 关于我们的防肾体的材料呢 渗透气数肯定是越小越好呀 那所以我们用的是土工膜 因为土工膜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土工膜是什么 防肾嘛 所以它这个防肾体我们就是用到的是土工膜啊 而且它的水头小于等于小于等于35 我们可以用当地材料 我们也可以用铺盖 但是对于铺盖材料的时候 我们的系统铺盖材料 我们防肾的时候也对它的肾的细数 跟它的厚度有一个要求啊 对于这些呢 我们了解对于铺盖材料 我们了解就OK了 重点去掌握的就是土工膜和前面 还有一个作用的一个结合 好接下来我们的防护的话 对于这个防护啊 对于这个防护的话 我在这给大家去罗列啊 和咱们前边的一些钢筋的外观的直径的 一个描述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防护就是防它的冲刷力太大 所以咱们给出来的点 我们了解注意啊 什么水垫啊 反绿压坡啊 钢筋石笼啊 大块石串啊 金刚石金刚网石兜啊 或者是混凝土板啊 反绿电层啊 重力式阵堆等 这些描述 如果你是干水利的 你都是可以预见的 如果你不是干水利的 我们一定要去懂这个书面画的 在这呢 指的是维艳 其实呢 对于我们的土石吧 还有咱们的低防 它都是可以做类似的一个防护的啊 所以咱们在这要注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关于一些系数的表达啊 那么系数的表达 首先我们要去注意的是 重点去掌握的是 这个是指的是 我们土石为艳 边颇稳定安全系数 土石为艳边颇安全系数呢 我们从它的计算方法来走的啊 说对于我们的呃 圆圆锐的话 我们是指的是什么呀 呃 圆弧的话 我们指的是1.2 1.05 简化小谱的话 是1.30 1.15 对不对 好 那么让大家掌握的是谁呀 我们跟我们的三级 有四五级一类 所以你掌握这个就OK了 掌握脚上啊 再次强调 这个脚上对应的是简化小谱 四五级 因为在咱们这个违样考试级别的时候 我们重点去考的是 它的四五级 所以你在这儿 1.15 这是我总结的啊 三对角线法则 不是在对角线 这个角落法则啊 默默的在角落的法则 1.15 上边是1.30 这边呢 差0点 差 差0点1点 这个呢 1.20 所以在这儿 对应的 即这个角落法则 对应的是四五级 而且呢 对应的是咱们 应用的比较多的简化 OK 角落法则啊 角落法则1.15 1.15 取决了 往上走 加个0.15 往左走 减个0.1嘛 对不对 圆的都比较低嘛 减的都比较多嘛 应用的比较多 当然是它系数高 精确 对不对 四五级 这个要注意啊 角落法则 角落法则1.15 1.30 1.05 1.0 知道1.15就OK了 对于后边这个 我们 我们 get到一个点就行了啊 我们的抗减强度公式 是1.05 对于我们的抗减强度公式 我们了解一下 大约的1跟3.0 一个是2.5 就OK 重点 这会1.05 在这个要注意 它主要针对的 是我们另外一种形式 混凝土和江气石的 一个稳定系数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继续往下看 下边一个考点 那么下边这个考点 首先我们要去注意的 针对的叫 不过水为燕啊 不过水为燕 这个燕顶的高层 和燕顶的安全加高值 你说过水为燕 你还用涉及到燕顶的 怎么着怎么着吗 对吧 你都不过水 所以要去注意 不过水 第一考点 第一个啊 第一个考点 也是咱们17年的二件 17年的二件 就考了这一块了 考什么呀 考你这个 燕不过水的为燕的 燕顶高层 它是谁和谁之和 有三者之和 第一个叫做设计洪水位 第二个叫波浪高层 第三个叫燕顶的安全加高值 它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 再再次强调啊 有这三部分组成的 一件没有设计它的一个计算 那么如果设计了 我们一定要去注意的啊 我们以的是下游为准 下游为准 我们一般算的是 如果是算下游的燕顶高层 下游的设计的净水位 加上波浪的爬高 加上这个燕顶的安全加高值和 那么得到了下游的一个燕顶高层 如果加上上 如果让你去上一次呢 加上一个 它的一个水位差就OK了 所以在这的一个小计算 三者之和啊 这个水位的取值 我们一般是以下游为主 那么上游的时候 加一个高差就OK啊 再次强调 有三个组成 一个叫水位 也叫波浪爬高 还有一个燕顶高层的加高值啊 对于我们的水位 波浪爬高 我们一般会直接给出 那么燕顶高层的加高值呢 在这呢 下边都是以表格 下边呢 我给大家以文字形式来去看一下 文字形式呢 仍然是和咱们提到维燕 我们提到的就是三级四五一起 对不对 那么三级土石对应的是0.7 四五对应的是0.5 混凝土的时候 我们什么呀 三级对应的0.4 四五级对应的0.3 那么又是我的一个原则 叫什么原则呢 角落原则3 0.3 那0.3 再往我们要注意的点 这儿是0.5 那0.3 再往这儿 0.4 这边呢 是0.7 那么高的肯定对应的土石 低的对应的是混凝土 这边是高的对应的是三级 这边的是四五级 我为什么说这个是角落法则 而以这种形式呈现给大家呢 因为我们的三四五是在一起的 能干得到点吗 应该四五级 那好 我都记一个0.3角落法则 0.3往上走 有一个0.5 再往这边走 一个0.4 三四五 再往这边走 有一个0.7 所以无论去考你哪个点 你能不对吗 能不对吗 勾三 股四 选五 对不对 勾三 股四 选五 但是这好像差一点 差一点劲 对吧 所以咱们一定要去注意 要三四五一起记 那么OK了 所以就没有问题了 角落法则用两次 对吧 好 那么除了这个 那么还涉及到了一个防身体 因为我们土石维也会涉及到 它一个分区的话 防身体顶部 在设计高层时的 我们一般加值 斜墙式的呢 我们加一个0.6到0.8 新墙呢 加0.3到0.6 那么这个盖子道就OK了 我们重点去掌握的是这个 崩祸水 燕顶高层的安全加高值 好 那么坐在这道题 这道题比较简单 我们这道题太简单了 卡了 我这卡了 你们卡了吗 没卡是不是 我刚才卡了 说再考的是原锐 考的什么呀 圆弧 说那个圆弧法计算的时候 四级均值土维燕的边坡稳定性安全系 所以应不低于多少 大家的一个法则是什么呀 我们分为的是三级四级和五级 一个是什么呀 圆锐 一个是简化小谱 让大家记得就是一个1.15就OK了 对不对 1.15 1.30 1.0 1.30 1.05 还有咱们的1.20 所以他选的什么呀 四五级圆锐对应的是几呢 1.05 OK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的角落法则 在这儿营用 在你的不过水安全加高值也要去营用 好 那么选的是A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下一个考点叫激坑排水技术 还有时间吗 55 咱们再讲个支持点 可以吗 那么可以接受吗 接受我就继续了啊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个激坑排水技术 那么激坑排水技术 其实涉及到的叫初期排水和经常性排水 那么初期排水和经常性排水关于组成的话 也就是关于咱们下边的一个组成啊 组成的话 再次强调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考选择 但是我们的二件 考过你初期排水的经常 初期排水的组合 以艾力提醒是 所以咱们不排数 19年去考你经常性排水 或者是初期排水 它的组成是什么 所以这个点你必须要回去写它的组成 有问题吗 必须要把它的 必须要去把它的一个组成的四部分 各大四部分要回去写 好 首先来去看初期 初期排的是什么 排的是维艳闭气后的激坑激水 排的是激坑激水 排的是它的渗水量 排的是抽水过程中 维艳级地基的渗水量 排的是艳深级激坑覆盖层的含水量 以及可能的降水 这思想很简单 那么既然看组成 咱们就继续往下看 看经常性的组成 经常性的经常性排水 它排的是我们设计水头的渗水量 覆盖层的含水量 排水时的降水量 以及施工的汽水量 所以其实在经常性排水和初期排水 它的一个排水量的组成的话 我们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考选择简直就是给你分的题 但是我们需要大家注意 如果考案立体的话 好 那么一起往下讲 这个组成 如果考案立体的话 一定要回去写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看初期排水 涉及到的第一个就是计算 第一个计算比较简单 就是Q 初期排水量 到底是等于多少 当然是等于什么呢 我们指的是给它乘以一个细数 这个细数叫做 咱们的经验细数 我们一般是3到6 对不对 那么3到6会 因为我们主要取的是 它的一个积坑的积水体系 其他的可乘一个细数就OK了 还有它的排水时间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要去句话一下 它的字母含义 要注意 简单的公式出了 你就要知道 对吧 好 接下来往下看 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个水位的变化 说我们开水 水开始的时候 水之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0.5到0.8米每天 那么接近排钢的时候 我们允许达到1.0到1.5米每天 那么这个的原因 这个的原因 我们要去掌握 因为这个的原因 在教材上去写了 那么2件就考了 为什么要控制 它的一个水位变化呢 为什么要控制它的水位变化呢 就是因为当它的 一个水位变化太大的时候 我们避免这个积坑啊 它的渗透压力过大 水位变化太大 下降比较大的话 它的渗透压力过大 渗透压力过大 就导致了咱们这个积坑 产生的一个什么呀 坍塌 对不对 积坑 它的要去注意 边坡失稳 积坑失稳造成了一个坍塌 所以它的一个原因描述 我们必须要去掌握 必须要去掌握 教材上已经给写了 如果真去考你 初期水位的排水的组成 让你去答 再有呢 我们控制水位 刚开始困住的比较小 后来控制比较大 刚开始控制 为什么要控制水位比较小啊 因为它会产生 肾的压力比较大 造成它的一个坍塌 对不对 坍塌完了以后 就造成它的事故 事故就让你去判断 是什么事故了 对吧 所以这项我们要去注意 英里项的案例题 好 那么排水的时间 就是大型积坑呢 我们有一个五到七天 中型积坑呢 是三到五天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咱们 积坑排水里边 涉及到的点 防止积坑 好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啊 这就是咱们积坑排水里边 虽然内容少 但是可出 案例题的点 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我们的二件 在此抽象过案例题 好 那么接下来 我想继续跟大家讲完考点二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考点 给大家说完 比较简单 就是关于导流泄水建筑物 导流泄水建筑物 给大家去主要去介绍的是 咱们的导流明群 碎洞 底孔 和预留缺口 预留缺口 那么我们就需要大家去注意的点 其实这一块的内容呢 它有两个考试方向 第一个呢 就是考一个综合性的案 综合性的选择 第二个呢 它会考你一个关于设计的点 它设计的点呢 就会出现到下面 我跟大家去说 好吧 就是两个考试方向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导流明群 导流明群 我们知道运渐到平远 平缓的地方 所以它是 线流量大 工程少 弯道少 对不对 这些呢 我们比较好理解 防冲刷 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么再往下 可以考设计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弯道半径 不宜小于三倍的 明群底宽 我们弯道半径 肯定是越大 它的弯道越好呀 就是越平缓嘛 所以在这提到的 不宜小于三倍的明群底宽 再有呢 就是我们这个夹角 我们越主流的一个夹角 肯定是越小越好 所以它是一小于三十度 在这可以出一个 简单的小设计点 对不对 好 那么来看导流隧动 导流隧动前边也是防冲刷 这个呢 也是比较好理解 下边就知道了啊 说导流隧动的弯道半径 也有弯道 隧动嘛 肯定是崎岖的 它的弯道半径 更大一些 它是不宜小于五倍的动静宽 啊 那么转角的话 我们有弯道进行转角的话 它的转角也是越小越好呀 你半径越大越好 弯的 半径越大越好 转角越小越好 它是不宜大于六十度 在这儿学习了个六十度啊 那么弯道的弯道呢 我们虽然是弯的 但是在我们出口的时候 我们要设置这个直线段 这个直线段的长度呢 我们是越长越好 不宜小于五倍的动静啊 所以咱们是角度角度越小越好 我们的这个宽 不管是半径 还是它的直段的长度 越大越好 对不对 啊 越平坏越好 越数值越好嘛 就是它这个原则 所以这两个小点呢 都是可以出现到 跟我们的设计进行挂钩的 哎 这个要去注意它的一个数字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底孔 底孔的话 首先我们底孔是什么 底孔涉及到的我们后期的 是不是 用到我们分析导流的后期 所以它的一个布置 肯定是泄流的 所以我们要布置到主流的位置 再有呢 它的底孔的宽度呢 你不用探宽 影响它的整体性 所以我们不易超过宽度的一半 而且我们要进行一个 起缝的布置啊 这个要注意的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预留缺口 预留缺口也是咱们分期的后期 对吧 分期的后期里边也要 也要设置到的一个泄流 所以咱们用到的是 河床位置 河床 河漫滩 河床 最低点 对吧 避免它的受到一个冲刷 啊 这个要注意 好 那么除了设计到的 我们细节的小考点 以及相应的设计 我们在这儿 需要大家注意的点 我们应该 它导流名区 导流碎洞 导流底孔 这些呢 都是还有咱们的寒管 这还有导流寒管 这些我们可以去知道 它是属于的是临时性的 既然临时性的 我们要提高它的价值 我们应该要注意 它与永久性建筑物的一个结合 对吧 这个点 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点 好 那么看完这个点 我们看完这道题 再下课 好不好 好 那么我们来看完这道题 考的是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 第二个 第一个 A是什么呀 说弯道半径 不宜小于三倍的 明曲底宽 明曲提到的是三 三十度 而且这个弯道 越大越好 不宜小于 所以我们不宜小于 所以A是对的 来去看B B说导流碎洞的转角 为四十五度 导流碎洞的转角 为四十五度 对不对 对不对 导流碎洞的转角为四十五度 我们碎洞的转角 越小越好 它是不宜大于 或者是小于 可以小于等于我们的不宜大于 也就是六十度 那么四十五度 是小于六十度的吧 所以我们的B 所以我们的B是不是正确的 导流碎洞 碎洞是指的什么呀 六十度 明曲才是指的三十度呢 注意 好 所以我们的B也是对的 那么底孔的宽度 我们应该为它的多少 二分之一 所以不能是三分之一 对吧 所以C是错的 那看D D什么呀 缺口 核漫滩 我们应该是核漫滩的下一步 叫做什么 核床 所以我们的D也是错的 去看E 说导流平曲 导流碎洞 导流梯孔 优箱和我们的永久性建筑物 不止结合 提高永久临时性建筑物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的E是正确的 这答案就是A B E 明白 核床 好 不错啊 这个呢 就是咱们学员所设计到的点 再次强 再次强化啊 那么这道这个细节小点 不止于设计 可以和我们的设计架构 设计设计呢 我们主要考察 就是它的一个位置 还有它这个数字的限制 好 那么到此呢 咱们的第二节 关于导流建筑物 以及激坑排水的四个考点 大家说完了啊 我们再次回顾 关于维艳类型 我们主要是以选择为主 还会设置到一个连连看 关于它的布置与设计 我们也是主要是以选择为主 所以考点一和考点二 我们考数字 考细节化比较多 这三个激坑排水技术 需要大家掌握的点 是比较明确的 因为内容比较少 我们要考组成 考它的一个速度控制的缘由 对不对 可以去考案例 接下来我们的第四个 导流泄水建筑物 提到它的一个布置与设计的话 我们考数字 可以考我们的案例中的设计 也可以以综合性的案例题 综合性的选择题 去考相应的一个描述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第二节 第二节完了 也就是关于咱们的第二章 也就跟大家说完了 好 那么又耽误大家 又耽误超过了五分钟 不好意思 那么希望咱们学员 能跟得上我这个思路 能跟盖得到我这个点 那么下节课呢 咱们再继续往下走 放心 我肯定会跟你讲完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